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两个令人振奋的奥运故事 首先 耐克在奥运田径赛场上的超级定协之战如何脱颖而出 让我们见证了AirZoom Victory 2和Dragonfly 2在中 长距离比赛中的压倒性胜利 其次 我们将深入了解运动攀岩选手 如何依赖专业训练的志愿者来确保比赛安全 以及这些志愿者在保持攀岩强的状态方面的重要角色 最后 我们还会看看亨利如何利用巴黎奥运会 展示他的教练才能 并讨论他带领法国队在比赛中的惊人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 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评论 首先 这篇文章来自Telegraph TV 奥运会上的超级定协之战耐克如何脱颖而出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耐克在本届巴黎奥运会田径比赛中的卓越表现 以及其最新推出的超级定协如何帮助运动员赢得金牌 本周 在法国体育场的田径比赛中 一个常见的景象是金牌得主脚上的鞋子 耐克在今年7月推出了最新设计的超级定协 这些鞋子以其引人注目的猎豹图案和颜色迅速成为焦点 到目前为止 穿着耐克 AirZone Victory 2或Dragonfly 2的运动员 已经赢得了所有六场800米以上的男子和女子比赛 耐克在剩下的四场比赛中也拥有博彩公司最看好的选手 尽管顶尖运动员的实力起了很大作用 但耐克的创新设计显然也功不可没 耐克在中 长距离比赛中有两个主要设计 Victory 2和Dragonfly 2 Victory 2包括鞋底前脚部分的Zoom Air气泡 可以根据运动员的体重调节压力 同时还有一个全长碳板 非常适合800米和1500米的中距离比赛 而Dragonfly 2更适合5000米和1万米的长距离比赛 尽管它没有气泡 但它也有碳板和泡沫 这些设计帮助运动员实现了更好的成绩 例如英格布里格森在1500米比赛中选择了Victory 2 而在5000米和大部分高强度训练中则选择了Dragonfly 2 霍奇金森曾在2021年穿着Dragonfly 但不喜欢第一版的Victory 它的反馈帮助了最新版本的开发 这些鞋子不仅轻便 安全 快速 还通过不断的改进赢得了运动员的喜欢和信任 耐克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其创新的设计 还得益于与运动员的紧密合作和反馈 例如霍奇金森在俄勒冈总部附近的比赛中 是穿了正在开发的未来年份的原型鞋 他的教练特雷福 佩因特也指出 这些鞋子的改进使运动员在比赛中感觉更稳定和安全 此外 耐克的超级定鞋在商业上是可用的 并且符合世界田径联合会的指导方针 关键要求是鞋跟堆高度 在跑道上不能超过20毫米 在公路上不能超过40毫米 每个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前申报他们穿着的鞋子 然而耐克并不是唯一在提升装备技术的品牌 No Balance和Brooks等品牌 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个性化鞋子的开发 以便更好的服务于运动员 例如Brooks为1500米世界冠军 乔什·克尔扬身定制了自己的定鞋 而No Balance则为多位顶尖运动员 开发了Fuel Cell MDX系列 适用于所有400米以上的距离 这些品牌的努力和投资也展示了他们在田径装备领域的竞争力 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 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一直鼓励技术的进步 即使这意味着不断有新的世界纪录被打破 他认为国际联合会不应通过扼杀技术来限制运动的发展 耐克的成功正是这一观点的最佳例证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来自The Toronto Star TV 运动攀岩选手依赖专业训练的志愿者在奥运比赛中确保安全 这篇文章揭示了运动攀岩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独特之处 特别是专业训练的志愿者在确保攀岩选手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运动攀岩是一项个体运动 但选手们在比赛中并不孤单 他们需要依赖专业训练的志愿者来确保安全 这些志愿者的职责包括保持攀岩强的状态 以及决定每次攀爬的难度 运动员在速度、暴时和难度攀登三个项目中竞争 每个项目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要求 在难度攀登项目中运动员试图爬上一面15米高的墙 他们被系在一根安全绳上 这根绳子由称为保护者的志愿者握住 保护者需要有先前的经验 因为他们的责任重大 必须防止攀岩者摔到地面 保护者控制绳子上的摩擦装置 确保攀岩者在向上攀爬时没有过多的张力 但如果运动员摔下来 他们需要施加适当的摩擦力 这需要精确的时机和很大的信任 暴时项目中其他志愿者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刷子手的责任是清理的积聚在攀爬点上的多余粉笔 这样可以防止运动员滑倒 提高摩擦力 运动员通常会在摔倒后或休息期间 要求刷子手清理攀爬点 确保他们在下一次攀爬时有最佳的摩擦力 在路线设置方面 暴时和难度攀登项目的攀爬点序列 由一组路线设置者决定 他们决定每个攀爬点的位置 并确定攀爬的难度 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有几分钟时间观察路线 想象最佳路线 并经常互相交流想法 以便找到最佳攀爬策略 这次奥运会也是运动攀岩的第二次亮相 巴黎奥运会男子和女子比赛各有两枚金牌 一枚是暴时和难度攀登的综合比赛 另一枚是速度项目的单独比赛 这种赛制的变化 让他专注于速度项目的运动员感到高兴 因为他们能够在单独的比赛中展示自己的专长 最后我们来看来自Telegraph的另一篇文章TV 巴黎2024奥运会给了亨利展示教练生涯 不是玩笑的机会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前阿森纳球员D.I.李 亨利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如何通过带领法国队取得成功 来重建他的教练声誉 亨利作为一名球员 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作为教练 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 在摩纳哥和蒙特利尔冲击队的短暂执教经历都没有达到预期 然而 亨利并没有放弃 他在今年夏天的奥运会上 通过带领法国U21队取得成功 重建了他的声誉 亨利的教练风格和与球员之间的联系 是他在这次奥运会上成功的关键 在法国队战胜埃及队的半决赛胜利后 亨利和球员们在更衣室里跳舞 展示了他与球员们的紧密联系和良好的团队氛围 这不仅激励了球员 也展示了亨利作为教练的另一面 亨利的成功不仅有助于他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 还可能对法国足球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法国足球协会主席的菲利普迪亚洛 没有排除亨利接替DDI 得上成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可能性 这次奥运会的成功 无疑为亨利的职业前景增添了信心和筹码 在这次奥运会上 亨利不仅展示了他的教练才能 还展示了他对足球的热爱和激情 他与年轻球员的紧密联系和有效沟通 使他在教练岗位上找到了新的定位和方向 总结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看到耐克通过技术创新 和与运动员的紧密合作 在田径比赛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运动攀岩项目中 志愿者和路线设置者 在确保比赛安全和公平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亨利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成功 展示了他的教练才能 重建了他的职业生育 感谢大家收看 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本周 对于那些紧盯法国体育场奥运田径比赛的人来说 有一个常见的景象 那就是金牌得主脚上的鞋子 耐克在7月推出了最新设计的超级定鞋 即使实际上 这些鞋子 已经在顶尖运动员的脚上 穿了一整年 这些鞋子 以引人注目的颜色图案 让人联想到猎豹 到目前为止 在巴黎 穿着Air Zoom Victory 2 或Dragonfly 2的运动员 已经赢得了所有六场 800米以上的男子和女子比赛 耐克还在剩下的四场比赛中 拥有博彩公司最看好的选手 拥有大量优秀的跑者 当然有帮助 在男子1500米比赛中 科尔或克尔穿着金色品牌的定制 Brooks定鞋 超越乔什 科尔 这一切都归结于分秒之间 但到周六晚上 耐克有望实现全胜 运动界内部的明显感觉仍然是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东京更公平的竞技场 在东京 一些穿着其他品牌的跑者 甚至穿着无标记的耐克鞋 这一点得到了巴黎短跑比赛 和今年已经在No Balance Adidas 和Puma等品牌鞋子中 创造的世界纪录的支持 即便如此 你不需要像英国的基利 霍奇金森 和挪威的雅各布 英格布里格森这样的运动员 来相信 耐克在这个Paybacks泡沫和碳板 超级鞋和定鞋的时代 仍在创新 耐克的获胜组合 耐克在中 长距离比赛中有两个主要设计 Victory 2 包括在鞋底前脚部分的 Zoom Air气泡 可以根据运动员的体重调整赛 它还在Zoom X内部 有一个全长碳板 更适合800米和1500米的中 距离比赛 Dragonfly 2 更适合5000米和1万米 虽然它没有黄色气泡 这是两个型号之间的主要视觉区别 但它也有碳板和泡沫 个人偏好差异很大 以至于英格布里格森 在1500米比赛中 选择他认为更快的 Victory 2 但在5000米和大部分高强度训练中 选择更稳定的Dragonfly 2 霍奇金森在2021年穿着Dragonfly 但不喜欢第一版的Victory 它的反馈帮助了这个最新 更不激进型号 的开发 霍奇金森还被要求 在5月份 他在俄勒岗总部附近比赛时 是穿正在开发的未来年份的原型 所有奥运会上的超级定鞋必须是商业上可用的 如果使用新的原型 世界田径联合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 来检查它是否符合他们的指导方针 关键要求是鞋跟堆高度 在跑道上不能超过20毫米 在公路上不能超过40毫米 每个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前 申报他们穿着的鞋子 每个鞋公司都在提升 Balance在东京也有超级定鞋 以及Brooks 是那些拥有较少精英运动员的品牌之一 他们相信 他们可以通过开发更加个性化的鞋子 来使这一点对他们有利 每个鞋公司都在提升 英国的1500米世界冠军 和奥运银牌得主乔什·克尔说 New Balance为加比·托马斯 已经赢得了200米 与悉尼·麦克劳克林·勒弗隆 和费姆克·伯尔 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400米跨栏运动员 一起在他们的波士顿实验室 开发了Fuel Cell MDX系列 这个系列适用于所有400米以上的距离 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说 管理机构将继续监控设计 但鼓励技术进步 即使它那一代的世界纪录 继续被打破 我不认为一个国际联合会 或任何文明组织 通过扼杀技术来最好的服务 他说 如果我们在体育场内 获得非常快的时间 我会欢迎这一点 耐克的金牌 到目前位置 男子1500米科尔 霍克尔 Victory 21万米约书亚 切普特盖 Dragonfly 23000米障碍赛苏菲安 埃尔 巴卡利 Dragonfly 2女子800米激励 霍奇金森 Victory 25000米 比阿特利斯 切贝特 Victory 23000米障碍赛 温福雷德 亚维 Dragonfly 2耐克 可能的奖牌男子 5000米雅各布 英格布里格森 最爱 Dragonfly 2 英格布里格森 在1500米比赛中 穿Victory 2 800米贾梅尔 塞达蒂 最爱 Dragonfly 2女子 1500米费斯 鸡皮耶贡 最爱 Victory 21万米 最爱 比阿特利斯 切贝特 Victory 2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耐克的超级定鞋 在奥运会上大放一彩 这并非偶然 而是科技创新的必然结果 毕竟 这些鞋子 不仅仅是颜色鲜艳的 跑鞋 它们内置的 苏美尔气泡和碳板 能够针对 不同运动员的需求 进行调节 这就像是给运动员 装备了一个小店 动住推器 这些科技的进步 不仅让运动员 跑得更快 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消除了运动员之间的 装备差距 难道你不觉得 这些创新 应该受到赞誉吗 啊 楚天书 说起耐克的超级定鞋 我真是笑得合不拢嘴 这些鞋子 简直就是一个 行走的作弊装置 把运动比赛 变成了科技大战 哪里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你说这是科技创新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 该让运动员 穿上戴翅膀的鞋子 直接飞过终点线 这样的话 奥运会就变成了科技展示会 而不是真正的体育竞技了 谢琪琪 我看你是被自己的笑话带偏了吧 运动鞋的科技创新 就像是汽车的安全带和气囊 都是为了让运动更安全 更高效 同样的道理 耐克的超级定鞋 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工具 让运动员能够发挥他们的真正潜力 毕竟 鞋子再怎么先进 跑的还是人的腿 要是没有过人的运动天赋 和严格的训练 这些鞋子也不会自己跑完800米 这是科技与人类潜力的完美结合 而不是作弊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像是耐克的代言人 你说鞋子只是工具 但这工具变得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一下古希腊奥运会 那些运动员可是赤脚跑圈 他们靠的是真正的人体极限 现在可好 鞋子里都快装上小型火箭了 不过 如果你这么喜欢科技创新 那下一届奥运会 我们是不是该让AI机器人也参加 这样比赛就更加公平了 每个品牌都可以派出自己的AI运动员 让我们好好看看 到底是耐克还是阿迪达斯的科技更胜一筹 谢琪琪 你真是想象力丰富啊 AI机器人参加奥运会 我可没这么说 事实上 科技在体育中的运用力来都是逐步演进的 从赤脚跑步到穿皮鞋 再到现在的高科技运动鞋 这都是历史的自然发展 爱迪生发明电灯炮时 难道有人说他损害了蜡烛的公平竞争吗 同样的 耐克的超级定鞋 只是这种进步的一部分 只要在规则范围内 这些创新就不应该被视为作弊 而是应该被看作人类不断突破自我的一种体现 楚天说 你这比喻真是绝了 把鞋子比作电灯炮 但我要提醒你 奥运会的本质是公平竞技 不是科技展览会 当科技过度介入时 就会出现很多灰色地带 就像你提到的历史发展 电灯炮确实取代了蜡烛 但在竞技场上 我们需要的是人类的极限 而不是科技的极限 让我们回到运动的初心吧 让运动员靠自己的能力和汗水去赢得比赛 而不是靠一双超级定鞋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